据西班牙先锋报报道 在美国发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XBB15 不仅正在美国快速蔓延 未来也威胁着欧洲等其他国家 报道强调 这种变异毒株来自美国并非中国 报道称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XBB15 有可能在未来几周内 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新一波感染 来自美国的一项数据表明 XBB15的传染性远超一般 以往任何变种 并迅速成为该国的主要传播毒株 这种毒株来自美国并非中国 数据表明XBB15的特点是传染性更强 但对接中国疫苗的人造成 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更低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 XBB15占美国12月25日至31日 当周病例的40.5% 而前一周的这项数据还未达到20% 在同一时期 BQ11则从36%减少到27% 据悉XBB15的传播能力比BQ11高出约50%左右 但由于芯片种出现的时间较短 该数据目前仍处于初步调查阶段 ERIC-CASA研究所病毒学和细胞免疫学小组的负责人 Banko表示 这种蔓延的趋势表明 XBB15正在取代BQ11很快也会在欧洲大陆蔓延 因为这两个大陆之间的人口免疫系统非常相似 XBB15快速扩张的同时 目前美国纽约因新冠住院的人数 已达到自2021年1月以来的最高值 巴塞罗纳流行病学家 Itoni-Katrila表示 现在XBB15正处于最活跃创态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低估它的传染性 加强疫苗接种和卫生系统保障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 1月4日也发布通知 XBB15已成美国优势毒株 提醒在美中国公民加强疫情防范 中国疾控中心4日发布信息显示 我国目前本土流行的新冠病毒绝对优势毒株是BA52和BF7 个体在感染BA52或BF7后产生的中和抗体 在短期内会维持相对较高水平 预期对其他奥密克戎变异株分支有较好的交叉保护作用 我国短期内由XBB系列变异株 包括XBB15引发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低